进入秋冬季节 正是不少病毒开始耗发的时候 除了自身防疫不可或缺之外 如果真的感染了 药物充不充足也非常重要 药师沈才颖就在脸书上贴出 抗生素年底可能会大缺货 还点名食药署准备好了吗 其实有些抗生素缺是因为缺胶囊 不是因为说缺原物料 那这个部分我一直在呼吁就是说 鸡蛋一颗都可以补助五六块 那胶囊一颗是几毛钱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补助 卫福部为什么不能比照这个农业部 胶囊的胶期拉长 原料供应也不稳定 而对此食药署在节烤前还占无回应 只是缺药问题确实该准备好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有七种传染病奇爆发 一到四岁的流感鼻病毒 五到十四岁的梅浆菌腺病毒 以及六十岁以上的人类兼职肺炎病毒 冠状病毒等等 而台湾梅浆菌疫情也逐渐升温 推估来讲的中国疫情 应该会整体是持续的上升 特别是这个老人跟幼儿 这两个免疫力比较弱的族群 在这段期间事实上是建议说 能够非必要的话 暂缓前往中国 随着气温逐渐下降 加上接下来春节 各地的往返会变频繁 相关疫情恐怕还会继续升温 我们在门诊咳嗽厉害有增加很多 气产病有增加很多 我们觉得相对性的梅浆菌是病率有增加 我们很早用的红梅素 大概大陆九成 台湾至少六成都有抗药性 而其实不止台湾和中国大陆 韩国的梅浆菌疫情也有明显的升温 另外医师也提到 还有其他国家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出现变异株 只能做好防疫措施 能打该打的疫苗也不能少 TVBS讯息 许昆山中文宣台北 财报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